真是愚蠢地走這裏又被罵 那裏又被罵那些人 人家在拍攝又不知道鏡頭 會看到自己的地方亂來 一進來就是萬中中 沒有朋友 沒有藝分班同學 也不知道甚麼燈位、企位 講對白、甚麼投入 甚麼演員道德 甚麼都沒有道德 真是愚蠢地走這裏又被罵 那裏又被罵那些人 人家在拍攝又不知道鏡頭 會看到自己的地方亂來 可能不是 應該是德哥的美麗在網 印象很模糊 因為那時我很害怕 做過甚麼我也不太記得 一進行的時候我甚麼都不懂 而且真的很恐懼工作環境 又多人 然後人家說髒話 我很害怕人說髒話 不知為甚麼 我很怕男人說髒話 那些我會覺得很不安 因為那個環境又多人 令到我自己真的很混亂 那時候我無法處理 所以沒多久我跟公司說 我不拍劇 我不適合拍劇 我不喜歡拍劇 我跟他們說 因為我覺得我完全失敗了 有一段時間 因為沒有了自信心 還有人的價值觀很低 當時我覺得是有情緒病 我每天上班很痛苦 我一見到電話響 收到電話機 我忘記了 好像是電話機 然後一響 或者有工作 任何公司人找我 我都很害怕 今次我就是千花百計 我不舒服 場口不重要 就說我不舒服 今天你找別人說 用對白 不重要 因為以前剛開始做 是做妹仔 或者是不年氣的角色 我剛開始時不太珍惜自己的機會 所以我經常推動工作 其實我要離開 我想要不離開 要不我就轉換一個新的工作環境 最後我給自己 不如我給多個機會自己試一下 我先去找自己 我覺得我是失敗了 我就跟公司藝員科那些說 我可否轉去做一些綜藝節目 我說我懂得說普通話 我做普通話節目也好 我就去了TVB8 TVB8收留了我很多年 當時幸運就是TV8的監製很好 她是給我不同的機會 開始去做Live Show 開始學會淡定一點 去面對鏡頭 面對人 但是我的情緒問題也在這裡 在另外一方面 我很冷靜很清醒 我知道我要繼續走 繼續生活 我不可以將這些東西 讓我媽媽知道 或者讓妹妹知道 一方面我已經是狀態很差 另一方面我又 幸運我還有點理智 還在想方法如何幫助自己 直到最後我認識到我先生 我又認識了一些宗教 我又開始很認真地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我就慢慢開始走出這些情緒的低谷 我現在在想 其實 完畢了 走上班上台 那個 一輩子都不會是你 我記得很開心的一件很難忘的事 就是我親自去採訪 阿姨 阿姨 落時有 那一天 那一天 我記得 我真的很感動 直至 那一晚回到家 那一塊夢 我都有哭聲 我沒有跟阿姨說 但我想我這輩子都很記得 就是那一晚 那個時刻 我在台 我很害怕迷惱 但當他看到他 走上班獎禮的台 我覺得那個走上那個 好像是我自己一樣 我很開心 我可以在這裏第一次跟大家說 那一晚我做夢的內容 都回到我夢想 以為是自己站在班獎台上 但是 我醒了之後 我哭醒之後 我知道那個不是我 那個是妹妹 當時那一刻 其實我是很失落 不是失落 是因為拿了那個是妹妹 當然我是日後 我是很開心 但是在那個時刻 當時我還在TVV8 還在奮鬥中 我還在想 其實 結束了 下上班獎台 那個 一輩子都不會是你 其實我沒有想過 在這一行 要拿什麼獎項 是否可以 但是我想有一個 潛意識的 認同感 的問題 那一天 我相信 在我人生裏面 妹妹拿獎 只能跟我拿獎 但是同時 我也有想到自己的處境 我還在TVV8 我還是 沒有人 沒有人認識我 走在街上 如果有人認得我的 只會說 楊兒的姐姐 這個已經是很好的了 已經認得 但是 那一晚我醒了之後 我在床上 想 其實這一輩子 我都不會回去拍攝 因為當時我還沒回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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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TVV8 正在採訪 在外面 在外面 就是這樣 其實我不覺得有什麼損失 或者是遺憾 只是我覺得 我還沒找到自己 還沒找到一個方向 甚至當時我做TVV8的工作 都還沒有我最喜歡的東西 我知道 還有小紅姐也跟我有聊天 不知道她還記得嗎 因為我有把我的情緒問題 跟她分享 因為她也曾經經歷過 這個情緒的問題 大家會有很多共同話題 歡迎來到我們的電影大盜 我是張遠亭 邁羅啟樂 到了公主教導的時候 我又再回來 那種無力感又是回來 但我開始有機會接觸到 小紅姐為英雄 她開始跟我聊很多 演員 怎樣去投入一個角色 怎樣去放開自己 我開始明白 怎樣去令自己放開自己 怎樣去放鬆 怎樣去融入環境 其實是首要的任務 是很輕 應該是要這樣的 開始跟她們聊天多些 融入環境 可能我又開始有嬰兒 題目又多了 跟大家的溝通又好了 變成整個環境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好像鬆綁一樣 慢慢幫自己鬆開 還有我在小紅姐的身上 我真的感染到一份 她對演藝事業的熱愛 她其實當時的戲都不多 但她很熱情很熱烈 去對自己的工作 去回應自己每一場的戲 但我覺得 而一個影校級的人 她都是這樣 這麼卑微的心態 去面對工作 我覺得 我自己要在她身上好學習 還有小紅姐也跟我有聊天 不知道她還記不記得 因為她 我有把我的情緒問題跟她分享 因為她也曾經經歷過 這個情緒的問題 大家有很多的共同話題 還有我當時跟她住在同一個大廈 很幸運 真的很幸運 有時候坐我上班 她會收工去車賣我 大家在車內都會聊天 精神上 我聽完她說的話 我得到一些 啵啵 突然醒覺了 我想我都是一個比較 沒什麼資質的演員 我去到徐玉安先生 找我開始做 垂家做《頭無煙火》 那時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因為你知道 Zikon是一邊做一邊寫 她看到你又發揮 OK了 那條線的人喜歡 又繼續寫 我當時是做歐錦棠 棠哥的前度旅遊 那些戲主要集中在我和她 還有在阿田 田宇尼的身上 我記得有一場情感戲 我在坐裡面試了幾次 我發揮不到 對鏡頭 我不知道為何我天生對鏡頭 我是很害怕 很恐懼 我自信心不是很足夠的人 那我就很害怕鏡頭 我記得當時我沒辦法去做下去 我很害怕 故事說已經有寫炎 會出現 這些環境令我更加大壓力 然後棠哥很好 他帶著我在廠裡跑圈 他一直帶著我跑圈 我想我說出來沒甚麼人相信 突然停了廠 然後帶著我跑圈 我很感謝他 他令我繼續下去 還有真是做到導演的要求 我很難想像一個主角 他是C-com的主角 他可以這樣放下自己 他這樣照顧我 還有我很後來才知道 編審和徐先生 我們的監製跟我說 堂哥不斷說你的好話 他說如先沒有寫你的線那麼多 他說好話 他說可以寫多點他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我恩人 很有喜劇細胞 我覺得自己都很喜歡搞笑 我以前經常跟人開工 說笑的時候 我很想做吳君如的接班人 我說出來的時候 人們就會斜啤我 你肯定會這樣想 但是我是真心 因為我很喜歡看喜劇 我很喜歡吳君如小姐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我有 只是我沒有機會去做 我不介意醜 我很喜歡做一些醜 但是公司一直給我的角色 覺得我很柔弱 很乾淨 或者要很高貴 但其實我是絕對不介意 去醜化自己 或者怎樣 做到很地蹲 我覺得那才是演戲 才是演員要挑戰的角色 我想做虛ду 就會出來 其中一個 然後我讓你多倒進去 走